很多人提到说 需要我们要标示莱克多巴胺含量是多少 请问莱克多巴胺一个动物用药的残余 假如它标示所有的其他的动物用药 是不是要来标示 我们上市场去买的话要三页 看不懂的字 我刚才讲了很多的字 里面标示这些化学物质 没有必要 当初提的是这样子的耸动就是 比摇头丸还要读250倍 我看到这我就觉得那我柯林 由台湾的贩毒者摇头去买猪肉就好了 就不用去治摇头丸了 那我柯林 所以我进一步去分析之后去看 原来是物质 这个review article里面 回顾文章里面写错了 16的写成0.16 差了多少 差了千倍 还在强调我们的果蝇实验里面 果蝇实验里面讲的是什么 让他吃10ppb的饲料 请问你果蝇每一口饭都是10ppb的饲料 请问我们的全国的国民 哪一个人吃是每一个食物都是10ppb的 果蝇里面 它的泌尿系统叫做马氏管 推到人类的摩氏动物 有肾脏结晶 我就很好奇地问了一件事情 请问你果蝇 你有看过他在尿尿吗 他的马氏管是不断地浓缩 所以正常地把它排出来浓缩产生的结晶 我们硬要把它说成是 他对泌尿系统结晶的毒性 我只能讲 问题是不在研究 是在解读 在解读 是在界读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